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大陆各地开始重建供销社 国营大食堂 目的是什么 习近平利用中共警察系统的两大头目互相制衡 中共为什么再次整肃娱乐圈 日前 中共引发通知 要求各地开展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包括配建社区大食堂 分析认为 这和各地重建供销社相关联 习近平想用国有经济来掌控民众的衣食住行 通知要求 各地在社区配建综合服务设施 包括幼儿园 老年服务站 医疗服务站等 每100户居民服务设施配件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 通知还要求各社区配件便利店 菜站 食堂等 据大陆媒体报道 今年7月前后 湖南 湖北 山东等地居民小区陆续出现 类似自住餐厅的食堂 这些食堂通常由当地街道办出资 其价格低于餐厅 网上视频显示 云南奉庆首家国营食堂开业 一位工作人员展示手中的粮票进入食堂 然后他坐在餐桌前喜滋滋地介绍说 这个荤菜才15块 加上两个素菜19块钱 对此 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 现在这些国营食堂可能便宜些 但以后如果私营餐馆被禁止了 国营食堂形成垄断后 它不可能便宜的 这让人想起中共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 大肆开办人民公社大食堂 毛泽东亲自号召 中共中央下达正式文件 一场大阪食堂的热潮迅速在中华大地掀起 国营大食堂开办初期 也是菜式丰富 口味齐全的 人们到大食堂胡吃海吃 不亦乐乎 但好景不长 很快生产队的食堂就被吃空了 随后就是大饥荒 就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 中共现在的做法 等于挤压了私人小企业 餐馆 路边小摊的空间 下一步私营企业发展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甚至被关闭 李元华说 中共配件完整社区服务 明显的是控制人的手法 中共实际上对市场经济有一种恐惧 因为市场经济由市场来决定 它控制不了 中共专制集权 它想控制一切 它从人的衣食住行开始 建食堂实际上就是控制你吃饭的问题 这个跟供销社意思是一样的 它就是把你的生产和销路给控制了 其实就是以公有制的经济来取代私有制经济 习近平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政策 目的是什么呢 时事评论员周小辉撰文表示 中共除了准备与美国全方位脱钩外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可能是为攻打台湾做准备 美国南卡大学谢田教授撰文分析 中共二十大之后的局势依然复杂 虽然权力斗争告一段落 但国际国内的局势 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 国际上 美国对中共的封杀 限制和技术封锁 使中共的外交压力与日激增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房地产市场处处腰斩 清零带来的失业和民生问题层出不穷 中共内部元老派 团派 改革派 亲美派力量 几乎被赶尽杀绝 但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 会利用手中的经济力量和反习的人脉 随时反扑 这些国内外的因素 都会让习近平高度的紧张 坐立不安 这就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需要用一种高度控制 准军事化的管理方法 把居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压到最低 又能满足发动战争的兵源需求 他需要一个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模式 当然了 在中国 共产党有现成的法子 有前车之鉴 那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供销社和大食堂模式 歇田表示 供销社和大食堂的退出 可能会伴随着中共实行数字货币和数字管控 中共政府不需要用米票 面票 粮票 工业券等方式调节市场 今天中共可以用数字化的形式 如数字货币 数字工资 电子钱包的方式 服务以健康码 社会信用码 监控摄像头等方式 来实现对民众从衣食住行 到吃喝拉撒睡的全面监控 中共警察系统近日形成两大头目 互相制衡的局面 显示习近平对警察系统并不完全信任 也坐实了习近平缺乏安全感 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成了孤家寡人的处境 10月28日 相对沉寂的中共特务头目 前国安部长陈文青 压过了崩头正盛的公安部长王小洪 升任中共政法委书记 成为警察系统的大总管 而王小洪只担任政法委副书记 中共政法委管辖整个警察系统 包括公安部 国安部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等部门 虽然国安部和公安部都在政法委的领导之下 但长久以来 公安 国安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陈文青与王小洪资历相当 论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王小洪似乎更胜一筹 然而在不久前结束的二十大上 陈文青成为更接近中共权力核心的政治局委员 王小洪却仅停留在中央委员 比陈文青低一级 王小洪是从底层警察头目开始 被习近平一路提拔到中央 掌管公安系统 外界一度认为 他将接任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同样是习近平的亲信 曾在2012年至2015年出任中纪委副书记 期间他以反腐之名 打击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的政治势力 陈文青与王小洪的一步步升迁 折射出习近平对警察系统的一步步收权 在这以前 该系统长期控制在习近平最大的政敌 江泽民派系首重 但陈文二人看起来 仍然无法得到习近平的完全信任 习近平又将陈文二人 同时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让二人参与到中央领导人制定政策的过程 此前 警察系统两名官员同时出任书记处书记的局面 并不多见 上届仅有政法委书记一人 出乎外界预料的任免 显示习近平有意让警察系统内的陈文二人互相制衡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挑动内部制衡的同时 折射出他孤家寡人 无人可信的处境 也为内斗埋下了祸根 这种隐患犹如定时炸弹 终有一天会爆发的 成为颠覆习近平专制统治的致命一击 周一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份所谓的规范明星广告代言的文件 要求对明星进行政治审查 显示中共当局对娱乐圈的管控力度再次升级 这份文件强调 对明星代言的首条要求 就是所谓坚持正确导向 发表过错误政治言论的明星 其广告可能被认定为妨碍社会安定 文件要求企业选用代言明星前 要充分了解明星从业情况 个人信用等 要自觉抵制选用违法失德明星作为代言人等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 所谓的失德基本上是一个主观判断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明星艺人 只要不为共产党唱赞歌 不为他抬轿子 那这样的明星 无论你有多好的才华 有多少天赋 你多么受观众的喜爱 你是不能代言广告的 所以他就通过对明星代言这个广告行业 进行一个政治化操作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 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份规范就等于是逼着明星们 在所有的问题上 永远保持和党中央一致 如果在言语中透露出一丝丝对社会的不满 就会立刻从市场上被排除 他说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最初其实也是从整治演艺圈开始的 习近平政权从几年前就开始整治明星 范冰冰的巨额逃税 吴以凡的涉嫌强奸 郑爽的代孕弃养 以及李云迪 李一峰的嫖娼等 甚至还被列为掠记艺人 要说背后没有政治操作 很难让人相信 他分析 这个指导意见表面上是要打压虚假广告 但其真正的目的 是想在言论上控制这些有影响力的明星 逼迫他们为中共和习近平唱赞歌 他直言 中共二十大以后 中共政权已经进入了疯狂的模式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